Hello大家好我是Emily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Huda Beauty新品Neo Obsessions眼影盘 三盘的试色评测还有妆容分享 这三盘都是我在Cephora上买的 售价是睡前37加币 它之前的眼影盘是售价35加币 我今天上网查价格的时候 我还发现了一件事情 它之前眼影盘都是售价35的 但是有几盘眼影被它默默的涨价到了36 这个新系列价格要贵一两刀的原因 我觉得应该是它包装的一个区别 它之前都是这种纸壳包装 然后是吸铁石开关的 这个新系列就是这种塑料壳包装 上面的字也是凸起的 这种开口也更紧实一点 镜子也比原来要大 而且因为这个是塑料壳的 你看它的一个连接处 就是它可以固定 不像原来这种纸壳包装 你打开了以后它是立不住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塑料包装也挺好的 拍摄的顺序呢 我就一盘盘的试色 然后再做个上脸妆容的分享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是这盘荧光绿 先来看荧光绿这盘 那这盘呢它是三个哑光色 就是两个这种黄绿色 一个粉色 然后另外几个都是亮片 这个黄色会更接近于一个珠光色 那我们一起来试一下色吧 首先是这两个哑光色 这个浅色颜色实在是太淡了 基本上只能作为提亮色 然后是这个粉色 这个粉色很像腮红的颜色 反正我用在眼睛上真的是很显肿 而且还蛮寸的 刷子够小的话可以考虑做腮红使用 接下来是这个黄色的珠光色 这个颜色非常亮 我很喜欢把它画在下眼影上 接下来是这两个亮片色 这两个算是比较突出的了 中间这个白色亮片里面是带一些那种黄绿光的 但是这样试色就是不太看得出来 这个带蓝紫的亮片是我这盘里面最喜欢的一个颜色 最后呢是这三个看起来比较像的 就是有点发红的亮片色 我给大家看一下区别 首先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它里面的红掉最多 金属感也比较重 就是那种玫瑰金色铜色 然后接下来它上面的这个 这个颜色也超美 就是那种肉粉色里面有一些银闪 最后是这个角落里的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也非常神 看起来跟这个颜色很像 都是那种粉粉的颜色 但它里面的亮片是那种鹅黄色的偏光 这个颜色叠加在别的眼影上做体量特别好看 你看这盘颜色就是淡淡的 接下来我们就上眼看一下效果吧 因为这盘里面一共就这三个哑光色 这个太淡了 然后这个红色太肿太吞了 所以我只能用这个稍微深眼的黄绿色打个底 这个颜色的显色度还有晕染度是很好的 接下来在双眼皮内上glitter glue 然后眼尾上这个最深的亮片色 然后前半段上这个玫瑰金色 接着把这个里面有鹅黄色偏光的亮片色 按在眼球中央 下眼影把这个黄色珠光色画满 眼尾在压点之后最深色 我先去把妆补完再来提亮眼头 补完眼线睫毛回来那一起做一下提亮吧 先给你们看一下把这个最浅的颜色上在眼睛上是什么效果 我就把它画在眼头 然后再上这个透明色的亮片 这就是这盘荧光绿的一个完整妆效了 我是挺喜欢这盘的 我也知道之前有很多博主说这盘不好是因为它不显色 它的确不显色因为这盘它主要都是亮片色 然后它的亮片都是底色很淡的那种就是作为topper的亮片 像我要把这种亮片色作为主色画在眼睛上的话 就必须要上gator glue 这样才能让它的一个底色就更加明显一点 其实就是你怎么来看待这盘的一个问题了 如果你是希望它一整盘可以完成一个妆的话 那它不是那种眼影盘 它就是一个打配合的眼影盘 因为这里面都没有深色 你很难单用它化成一个妆 我喜欢它的点 一是这个哑光的黄绿色 我觉得非常漂亮 另外这几个大亮片我觉得很美 很适合你叠加在别的眼影上 我一开始就是把它当做一个亮片topper的集合盘 所以它是符合我的期望值的 你们要不要说的话 其实就是看这些亮片你们用不用得到的 接下来是我之前说过感到最害怕的这个荧光粉 这盘里面是有五个哑光色 然后四个亮片色 这五个哑光色呢 你看这两个 这两个就觉得非常的接近 亮片色这样子看也还蛮接近的 那我们先来试一下吧 先看看这两个 质地很好 但这两个真的都是八笔粉 接下来我们再上这两个 这个哑光质地真好 再试试这个淡紫色呢 接下来是亮片色 先试这两个最浅的 我很好奇它们有什么区别 这个颜色里面细闪非常漂亮 但总体来说这两个都非常淡 再试这两个深一点的呢 这粉色好可怕 非常有金属感 我就先用这盘里面最淡的这个粉色打个底 这个最淡的粉色都非常高调哦 用这个最深的紫色压一下眼尾 粉质真的很好哎 那我就把双眼皮那都画满了 上满这个紫量片 这颜色真的非常淡 眼皮中间压这个 下眼影用这个淡紫色先打个底 把这个最可怕的粉色亮片画满 继续再用深紫色压一下眼尾 哇我现在简直是巴拉拉小魔线 那先去等我把眼线睫毛补完吧 补完眼线跟睫毛以后看起来正常多了 那再来做一下眼头提亮 用这个淡粉色 嗯我不知道加点亮片在眼下会不会好一点 我来试一下 如果翻车了那就翻吧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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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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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VR 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这盘员光粉 我觉得这里面它五个哑光色的粉质都非常好 非常的显色然后晕染度也非常好 但是它这几个颜色真的是非常普通 特别是这三个浅的 真的很没有意思 因为Huda Beauty之前已经做过很多这种色调的眼影了 像紫宝石里面有这种亮片色 最著名的Deader Dusk里面也有 像它原来做的这些颜色呢 就是又亮 然后里面偏光又很好看 这次它荧光粉里面特别是这三个颜色 真的是非常的普通 还没有它之前出的这种类型的眼影效果好 我自己是不喜欢这盘的 因为这盘的颜色实在是太芭比了 但如果你就是喜欢这种雅光色的话 那这盘非常显色品质也非常好 如果你是要追求那种粉紫偏光色的话 那这盘是不行的 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就是粉色眼影是非常容易有残余问题的 像我昨天擦这盘荧光粉半天 那晚上卸妆的时候竟然卸不掉 我用了水油分离的眼唇卸妆液 在用卸妆油揉了以后 我的眼皮还是粉色的 后来是到我洗好澡以后 眼皮上的染色才掉了 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那种热水 有点水蒸气的原因吧 如果你就是这样普通的卸妆 在家洗脸的话 它很可能是洗不掉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收这盘呢 最后是这盘荧光橘 荧光橘是这三盘里边 雅光比例最高的 它有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雅光色 颜色就是橘黄色 还有眉粉色 那我们先来试一下色 首先是这两个亮片色 这两个亮片色上演的话 它的底色非常淡 然后再是这个明黄色的珠光色 这个就是底色比较重的 再试一下这个黄色雅光色 你看非常显色 这雅光色真的做得非常好 然后你这样看 这三个颜色其实就是深浅不一的橘色 这样顺着看起来超美 最后是这个粉色和紫色 这盘颜色很好看 很鲜艳诶 那我们来上演看看效果吧 我今天就想画一个 就是一层层渐变的妆 首先大范围的打一下 中间这个雅光橙色 这个颜色超可爱的 再往下一点的位置上第二身的橙色 双眼皮内上满这个最深的橙色 战取开始的这个颜色 晕染一下边缘 下眼影再上满这个粉红色 接着把这个雅光深紫红色 画一下上眼线跟下眼尾 其实用这盘画雅光色的妆 我已经觉得很好看了 但为了多用几个颜色 那上眼皮中间按这个橙色的亮片色 下眼影中间上一些这个粉色亮片 不知道上不上的去 补妆回来我真的好橘啊 接下来用这个黄色雅光色 提亮一下眼头 这就是这盘荧光橘的妆效了 是不是很像一个鲜艳版的Coral Obsessions 这盘配色真的是非常的夏日 非常的汽水 就一直让我想到了芬达 我很喜欢这盘的雅光色 非常显色然后晕染起来又毫无边界感 三个亮片色跟珠光色非常的普通 你看我眼皮上这个亮片真的是非常寡 但是雅光色系里面这个深的紫红色 也是会有残留的 可能这种色系的眼影都有这种问题 终于都画完了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三盘 首先是这盘荧光绿 这盘我是很喜欢的 它是这三盘里面亮片色比例最高的 然后亮片色也做的最好的一盘 有偏光也够闪 荧光粉跟荧光橘都属于雅光色很好 非常显色非常好晕染 但是它们的亮片跟珠光色都做的很差 荧光粉这盘的话 我觉得它的颜色是最难用出门的 因为它是八笔粉八笔紫 而且这种颜色都有残留的一个问题 荧光橘的话 雅光比例最高 粉质也非常好 非常显色 颜色也非常好看 这盘属于如果你喜欢这些雅光色的话 可以考虑收 好了那以上就是这期 Huda Beauty荧光眼影的一个评测 希望大家喜欢 不知道你们最喜欢哪一盘呢 记得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